比如我刚才看到一个孩子写作业比较拖拉 这个孩子写作业比较拖拉发呆是这样啊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呢 大家从小学就是一年级要给他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 如果家里有条件 孩子写作业的那个房间没有玩具 然后他的所有的文具要尽可能的简单 你可以这样规划一下 他写作业在这个桌子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除了必要的纸笔橡皮 其他一概拿走拿到哪去呢 拿到客厅 然后你把他的作业问一下有几项 语文算数还有什么 然后你估计一下每个作业 你问一下什么内容 一年级啊 把它分出三个区 先挑一个容易的 中间男的 第三个容易的 第一个你告诉他 根据我的经验 你这个作业如果抓紧时间写 二十分钟就能玩 啊 二十分钟完的话 你就出来 你可以玩十分钟 如果你用了一刻钟写完 你可以玩一刻钟 如果你用了二十五分钟写完 你只能玩五分钟 然后三十再进来 你可以写第二个作业 这个作业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如果你在二十分钟就写完 你后边可以玩二十分钟 如果你三十分钟写完 你玩十分钟 什么意思呢 两个选择 你取一个 你越快 你出来玩的时间越多 你越慢 你出来玩的时间越少 这样给他分一下 然后呢 让他 当然如果他写快了 你还要检查有没有错误 如果有错误 要扣除几分钟 那么这个就把这个习惯 当他小学建立了以后 后面呢 再大一点 让他自己来规划时间了 他慢慢就有经验了 比如语文是我擅长的 数学是我喜欢的 可以就是容易的先做 这样他能感受到 我减少一部分了 但最容易的 不是还有容易的 放到最后 让他想 这个很快就完了 难的放中价 所以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